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会觉得越来越矛盾了 因为这个福音不可能是只有在服事当中采用得到的 我们的每一个生活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所做的事情 每一个所说的话 圣灵怎么把祂的智慧指教我 在难处当中 我怎么依靠主来行事 然后看见神动工 这是在你的信仰里面 你继续不断的有经历 有体验 有用得到这个能力 智慧的时候 自然的 你心中的权柄就会来 你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本身有一个权柄 你看经济学家 为什么他们讲经济的课题 这么有权威 这么有把握 因为他们不但是在大学里面道理上读的 他们是写过论文 他们是试验过 知道他们的见解这些东西 连世界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体验 那我们认识福音呢 绝对 各位 那你说 为什么用不到 其实福音讲的答案是很简单的 你用不到 很简单说 因为我们里面的问题 你的心灵里面 骄傲的问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斗胆讲这句话 每次我来西方国家的时候 我在西方国家里面接触 尤其我们华人 我接触的时候 我讲几样东西 虽然我讲的不一定对 这可能主观 我的感觉是 我们大家都有一些优越之心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跟大陆里面生活的 虽然一样的同胞 但是能够到西方国家的时候 你们心中里面有一种优越之心 优越 然后另外呢 又有一种隐藏之心 很多人来教会 但是其实呢 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事 讲表面的东西 然后隐藏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难处 都是讲好的 不敢让自己的家里的事传出去 我教人为你代祷也不讲 所以大家聚会完之后 马上走的 这样的 你有优越之心 又有隐藏之心 结果就是这样 结果就很容易会寻人的情面 来到教会 看人 人的地位 人做什么 人 所以做牧者的 很容易会犯的错就是什么 这个人在大学教书的 这个人做IT的 你们了解吗 这个东西呢 就会削弱 人实际的仰望十字架 用到 基督的能力 基督的智慧 阿们不阿们 其实这个是一种骄傲来的 人的脚啊 神说什么 你们降悲自己 祂就把你们升高 你们降悲自己 你们罪人 有罪的人啊 你们要怎样 清洁你们的手 心怀而已 两个心 又要上帝 又要世界 又要在主里面 又要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成功 原来这是主给你的 这个东西 心怀而已 你们不要再活在这样的虚伪里面 竭尽你们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 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降悲 这个就是降悲了 神必把你们升高 当神把你升高的时候 没有人能把你拉下 当神把你升高的时候 你分享你的软弱的时候 反而是荣耀的 人反而因你的软弱得刚强 当你降悲的 所以降悲的意思不是礼貌 给人磕头 不是这个 韩国人 日本人 不是这个东西 降悲的 你的心灵里面有一样东西 各位 特别这个信息我要讲的 怎么用这个能力跟智慧呢 保罗说 你们要恐惧战尽 做成你们什么 得救的功 一样的话 这个哪一本书 《菲利比书》 在哥林多刚才我们读的 他说什么 我来到你们当中 带着什么 软弱 惧怕 战尽 不用智慧委婉的话来讲道 乃靠着圣灵的名证 让圣灵透过我说话 我的心降悲自己 降悲自己的学问 降悲自己所能 所懂的 我的经历也降悲 只有把基督禀他钉十字架来讲 然后我一切的见证 经历也好 都衬托十字架的福音 所以你看到圣灵就使用了 连你的软弱 你的困苦也能够安慰众人 阿们 所以不是教我们新来基督人后的骄傲 我以前在公司里面被人看中 然后拿下来教会 我也被教会的弟兄姐妹看中 我去那里被人看中 这种感觉很好 对不对 各位 谁教你要追求这个感觉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恐惧战惊 作成你们得救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 我们看菲律比书 真的要用到基督的能力和智慧 怎么用 菲律比书第二章 各位看 第二章十二节 二章十二节这里说 保罗说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 各位 这句话还没有出来之前 保罗说什么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 你们也是顺服的 这句讲的是什么 换句话你们的信仰是真的 你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 或者活在保罗使徒的面前 你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 神真的进入了你们的心 圣灵真居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你们有主人了 所以各位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重生 这个叫重生 所以信仰没有重生的人 他听不懂属灵的信息的 你跟他讲什么神的旨意 没有没有我只有来教会 哇我要我要得的能力 我要得我的需求 我要得上帝给我 帮助我工作 这个是大部分人来教会的样子 哪里会听到 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 不在你们 你们也常顺服的 什么顺服啊 我只懂我在教会很热心的做 做做 然后做当中不知不觉 原来得人的称赞 寻求人的认可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信仰吗 这不是信仰 这是你劳动 你的功德 圣经所讲的 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 你里面有主 然后呢 你做什么东西 向这位主交代 向这位主负责 所以保罗不财 我也是顺服的 感谢主 这样叫教会了 教会是这个 教会不是 人来说 哇 我们搞节目 搞不到 搞什么东西 五十 一百 两百 三百 来到五百的时候 你发现啊 来的人都是因你的节目 因什么都来 然后在教会 坐满了山羊 绵羊只有三十个 很辛苦了 五百个里面 只有三十个绵羊 其他都是山羊 然后山羊 很厉害讲话 山羊很有恩赐 我会做什么 然后山羊变成教会的领袖城 绵羊很辛苦了 山羊是右脚的 快点坐 吃绵羊 快点坐 要爱主 要爱主 这个东西 自己很骄傲 各位 这样的教会 我跟各位说 当主来的时候 会怎样 这样的教会 五百个人 来的时候 听到 听的时候 哎哟 这个教会真不错 教人做好 都是上帝讲 上帝是爱 同性恋 异性恋都可以 来到这边 不用挣扎 不用想你的罪 没有罪 都是上帝的爱 我信他 我求他 他就给我 就是这么简单 各位 然后那个绵羊痛苦的办事 因为那个道 天天都是满足山羊 当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一定追讨这个罪 我的心腹 在这个教会 不是这个恩与堂 我讲的是 我们宗教会 在劝你们的教会 你们颠污了他 我的羊 你们没有喂养他 对不对 上帝一定会讲这句话的 我每次想到这个东西 我不敢随便讲到 我马上怎样 恐惧占经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连这个恐惧都应该有的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里面 搞政治 然后呢 这个不跟着我 好 我们这边一档 我们是做这个服事的 那边一档 做那个服事的 然后呢这样 我的服事比那个服事好 所以牧师比较喜欢我们的服事 我们这样 教会的样子 就这个东西了 各位 你们好好读 这个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说 恐惧占经 然后恐惧占经 你们恐惧占经 怎样 做成得救的功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圣经有没有讲行为 有没有讲你的顺服 有 你立志行事 都是什么 不要骄傲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各位你能骄傲吗 要不是神给你智慧 给你爱心 给你聪明 你怎么能够做呢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讲道的人 我们或者读圣经的人 或者服事者 我们很容易在做 因为人在做嘛 看得到 做做做就变成好像人在做了 我们忘了 原来是在我的心里面 做感动的工作的他的伟大 他爱他的教会 所以做的时候 哎呀 弟兄姐妹不听 然后不和同心 那时候呢 我们没有转向主 是他感动我做的 是他自己要建立他的教会的 我只是他的仆人 但是我们把那个事项 看得太重的时候 我们就软弱了 我们就会开始论断人 就会震惊埋怨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失去这个连结 历史历代教会的问题是什么 历史历代教会的问题就是失去连结 比如说我们一翻开圣经 圣经讲什么 圣经讲神 哇神的伟大 全能全在全知 完全公寓 完全慈爱 他成就一切 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阿们 哇神 对不对 认识神 然后慢慢从神下来 认识人 认识罪 认识要服侍 认识信心 认识恩赐 认识 然后认识这些东西之后 怎样 就变成什么 忘记神了 你读了chapter 1之后 哇太伟大的神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继续读之后 逐末忘本了 你们明白这句话吗 你们忘记了吗 是神重生你们 是神呼召你们来做的 是神 所以不要逐末忘本 慢慢走到人的层面 然后就会人论断的眼光 是非的眼光 乃是在难处当中 更是谦卑至极 回到神面前 你就会经历神的能力和智慧了 阿们 所以这个是 我们人的最大的属灵的问题是什么 亲爱的兄弟们 你说 我们最大的属灵问题是什么 刚才我讲骄傲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 忘记 忘记 走到后面 忘记前面 所以基督信仰是什么 有根有记的 在基督里 神根建造的 你的根一拔出来 子子不能活了 你的子子的果树再美也没有用 对不对 很快全部坏了 这个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带领教会 牧会教导门徒培训 我就发现 这个仇敌真的是知道 他哪一个地方 他都会攻击的 有没有 很谨慎 你们立志行事 是什么 使他在你心里运行 成就他的美 阿们 所以这个都是讲心灵的 我们跟神心灵的 但是千万不要只有留在心灵 因为现在下面要讲什么 要讲生活了 所以你明白这个奥秘之后 生活呢 凡所行的 行为出来了 对不对 14节 都不要发厌缘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畏 在这什么时代 婉曲悖扭的时代 每个人随即一行的时代 你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光在黑暗中照耀的意思 教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 我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谢谢主 保罗的话 一句一句读 各位 我相信保罗圣灵启示他写圣经的时候 不但是 他真的完全不懂 然后圣灵让他得到启示 末世 然后写出来 还有什么 他一边写一边赞叹 一边写他能够确认得到 神的话真是大而可为的 所以 必定的 我就想恐惧占尽 他活在神面前恐惧占尽 各位 这个字大家不太喜欢 我在教会界里面讲道的时候 人都喜欢什么 平安喜乐 自由 爽朗 哈利路亚 赞美 对 我们喜欢这些 但是你说恐惧占尽 不太喜欢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感觉 所以这些恩典福音 成功神学 都是这些的 都是这些东西的 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性喜欢的东西 对不对 感觉到贴切的 但是你要知道没有根的 你的喜乐喜乐的理由在 自由自由的根基在哪里 没有讲 喜乐 基督爱你了 基督要赏给你了 什么都为你成就了 就这样讲的 但是他们少了恐惧占尽那一块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恐惧占尽呢 是一个心灵的状态 恐惧占尽的反语词 请问是什么 我们为了解释这个 什么叫反语 fear and trembling 你认为呢 它的反语词是什么 每个人 我没有绝对的答案 但是你认为呢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骄傲自我 还有什么 无畏 无畏 刚强 刚强壮党 恐惧占尽 刚强壮党 但是你这样想 保罗有没有刚强壮党 有 但是他有没有恐惧占尽 也有 所以不能用反语词 这个不对 所以一定是反译 我认为是什么 随心所欲 你们好好明白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很多人解释不了 按字面的意思 恐惧占尽的反译 恐惧占尽 活在主的面前 仰望主 不靠势力 不靠才能 心里面占尽的心 仰望着主 听从主的指引中 恐惧占尽 跟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想说什么就说 我想发脾气就发 我想怎样 管你什么 我就喜欢嘛 这个叫随心所欲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不用挣扎的 不用跟神摔跤的 不用谨慎的 没有战争的 那种信仰 有些人说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其实我最讨厌人家讲这句话 我真信了耶稣之后 我的问题更多了 但是是另一种问题 因为以前能够随便犯罪的 现在不能了 现在随心所欲的时候 里面就开始挣扎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放重肉体一点 哎呀不能了 对不对 心里面总是有挣扎 各位了解吗 但是这个是荣耀不荣耀的挣扎 荣耀的 因为圣灵跟你的肉身肉体 争战的事情 证明你是属主的 主活在你里面 Amen 所以现在我们跟主要connect起来 祂的无限的作为 大而可为 我们真的恐惧在那 所以恐惧战经呢 一定有两个理由 如果你们继续读恐惧战经呢 为什么 如果你从经文看的时候 你会知道 有一个正面的理由 也有一个负面的理由 正面是为什么 正面是因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洁荣耀大而可畏的上帝啊 跟你这个凡人 罪人 同在 在你里面跟你说话 在你里面运行 你能够随便的听吗 能够随便的说 随便的生活 随便的 不可以的 对不对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不随便的 所以信仰呢 不是随随便便的 信仰是恐惧战经的 你们记得吗 在希伯来书 保罗要讲到天上一个国 现在在我们的心中 他说什么 你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这位大而可为的上帝 他在西乃山跟他的子民说话 在那个地方呢 哪一个动物 还是什么 一靠近那个山马上死掉了 没有一个凡人或者不圣洁的 属肉的东西能够靠近的 大而可为的上帝 那你们今天你们是来到哪里 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 你们是来到什么 西安山 上帝的宗旨 对不对 我们主耶稣基督在 导座的右边那边跟你说话 你知道吗 主啊你讲啊 我看我想不想听 要听就听 不听就不管 怎么可能这样对 过信仰 所以很多信徒的信仰是这样自杀的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 真信徒呢 是真心中有主 把主摆在自己的面前来活的 然后呢 你说 为什么要这样啊 上帝你直接说话就好啊 因为还有一个负面 负面的因素是什么 你的信仰是有仇敌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天上可能不需要 但是你在地上有仇敌的 所以你们在这弯曲悖虞的时代 有没有 你们仇敌弯曲悖虞 人人都容易放纵的 犯罪的 随从己意的 满足肉体的 这个世界的文化 世界的新闻 给你没有平安的 这个撒旦像吼叫的狮子 要吞吃你们的信心的 你们可以不恐惧占经吗 随心所欲这样可以活吗 不可能 所以一定有 对 这面是他在你心中运行的 对不对 负面 因为这弯曲悖虞的时代 你们有仇敌的 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恐惧占经 阿们 这个如果我能够印在你们的心里面 感谢主啊 一年没有问题了 一直到明年我们见 对不对 这个好吗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恐惧占经 你怎样 真的是不骄傲 你怎么能骄傲 然后呢 不骄傲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在你心中 运行 使你成就神的美 所以呢 不要靠智慧 人的知识 不要靠人的才能 你懂得越多 你要知道你在主面前 其实不懂得更多 我能 原来不能得更多 不要依靠智慧 不要依靠才能 乃靠什么 主的灵放能成 你说我有爱心 你要知道这个爱心也是神所给的 所以 你一直要连接 所以 因为什么 都是神做 我才能做 神显明 我才能懂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祷告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都是神为的信仰 神为 神在带领的 我才能做 我才能懂 我才能顺服 我才能懂了之后 还要一直要被他坚强 才能够跟从 为什么要参加聚会 因为我一个人不能明白到晚 当众圣徒在一起 才能一同明白上帝 强阔高深的大爱 才能够心里被坚强 神才能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Amen 不Amen 所以你们要相聚 相聚 你们如果在网站这样听 跟这样相聚听是不一样的 相聚的时候 人有感应 上帝在哪里 在众人之上 众人之中 众人之内 这个运行的工作 这是信徒来聚会的时候 不要随随便便 恐惧战惊 来到主的家 我们牧师们要传讲信息 听 祷告 领受 圣服 这样的事情 各位 其实甚至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们服侍的能力都是来自这个的 最近在Virginia 你们有没有看报纸 美国有一个带领一万人的牧师 黑人牧师 他宣布要休息了 安息年 为什么 他有一天上台讲道的时候 他说 上帝都有安息日 所以我们也要安息年 对不对 圣经也讲安息年 他说 在教会里面一直给 一直给 我到一个地步我已经累了 fatigue 没有办法 所以 要投降了 所以 我要休息 这是神的旨意 然后他就走去安息年了 我是其实不赞成安息年的 但是有些人 我不懂 如果我现在 如果我一年不要讲道的话 我会变成怎样 我一个礼拜不讲道都变成怪人了 你可以想象吗 你不与众生 你不思考主的话 你是蒙呼召的人 你不思考主的话 怎么能够 所以这个是一直征战的 一直祷告的 但是呢 你一直征战一直祷告 绝对不是按你自己的力量 乃是你恐惧战经的星座 我看牧师讲的话 其实没有一句是告诉我 他是恐惧战经 连接与神的能力 智慧和听从他的吩咐做的 都是他自己 自己要给 自己要做 自己要探访 所以奔恼 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那么恐惧战经的时候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听到主的声音了 对不对 你在西安上 圣经说什么 行事很重要 生活一定有 包括的 行事为人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发艳缘 对不对 神的话说 不要发艳缘 不起 争论 各位知道 朱牧师在教会最讨厌的 两个东西是什么吗 第一我最讨厌的就是 弟兄姐妹 论断彼此 开始在后面讲彼此的闲话 是非啊 什么 这个人呢 他做事啊 什么什么这样 他的个性怎样 每个人都有的 你讲别人 你自己也是 你在别人的眼中也是这样 论断这个 其实论断人的人 常常争论的人 是很容易妒忌旁边的人 你们知道吗 有些教会姐妹们一直看 你看 这个姐妹又拿新的皮包 又穿新的鞋 上个月弄了头发 这个月又来弄头发 所以说 姐妹们很厉害看这个东西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做弟兄的是看不到 但是呢 这也是你们的常处 很细密 服侍主 服侍人 常处 但是也是一不小心 罪性进来 会争论 然后还有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埋怨 这个是 以色列里面在旷野倒闭 其中一个理由 对不对 除了拜偶像 犯奸淫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埋怨 有吃也埋怨 没吃也埋怨 肉太多了也埋怨 对不对 什么都埋怨 基本上的行事 其实我们刚刚不久前过感恩节 对不对 我在美国 一个教会讲到 你们不用感恩了 不用讲感谢主了 不用 你们只要不埋怨就好 Amen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不埋怨就是感恩了 因为这是最难的 因为当你埋怨的时候 你把你自己举起来 对不对 然后把埋怨的那个对象 贬低 都是他 所以我这样 他给我不方便 然后你继续埋怨下去的时候 你以为你在埋怨人 你是埋怨谁 造他的那位神 许可这个情况的神 所以你埋怨那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你是要讲 神啊 你好像不太会做神 你的带领好像就是给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啊 各位了解吗 所以我跟你们讲 有一天我恐惧暂惊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第一我做牧师不敢随便讲道 真的祷告 然后跟弟兄姐妹 思考过他们的难处情况 从很多的角度 然后靠着神的应许讲道 一定这句话要从神来的 第二 比如说我跟我最爱的人 我的妻子啊 我们夫妇生活哪一个人没有摩擦的 但是每一次这个埋怨 出来这个东西啊 放下去 你们了解吗 有些人每次说 曾经有一个弟兄问 牧师你每次讲你的妻子 师母 他有没有生气啊 他有没有 有时你讲他的例子 好的当然有 他不生气 你也讲的也有负面的 他有没有生气 我跟他说 如果我在家里面没有爱他 没有对他忍耐疼他 他一定会生气的 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弟兄们哦 你对你的另一半学起 这些弟兄很容易的自我 这些东西啊 很多不能同情他的软弱 这些呢 你很随意的这样做 你的家庭生活不幸福 你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一起服侍一起做什么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群众的需求 但是两个人进到内室的时候 这个是两个人的教会 你救彼此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成为一个不需要感恩了 只有不埋怨就好 那就是感恩了 听得懂我的强调吗 这个东西 然后同工呢 很重要 你们在教会有服侍的 弟兄姐妹 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那你亲爱的话 自己的能力 探见和学习 有时候人 还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等一下受生命引导 因为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灭气 我是每次带你教会的时候 我是不是 OK 弟兄你做这个 姐妹你做这个 不是现在 我先把那个感动讲 看来 随着我们当中要做这个 所以我们把感动给人 把证据给人 人听了 看了 确认了 心里感动 好像这次我三个礼拜要出来 我先跟他们讲 我们LA的弟兄姐妹 这样 或者弟兄姐妹 时间不要这样 让他们有感动 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其实来旅行 他们旅行 后来 这个星期六跟礼拜天 跟牧师一起来聚会 也好 LA也没有什么 很多东西好看的 对不对 最好看的在这边 圣徒相聚的地方 他们就来 你们了解吗 你把感动给人 然后人有感动的在一起 然后一起做 然后有摩擦的时候 先不举高自己的意见 看 等到人的心 自己看到证据 是 然后跟着一起走 一起配搭 教会很多摩擦 血气的事情 就会免去 圣灵会带领 逐渐很强 不是我 我是长老 你一定要听我 我叫长老 我们文刚长老 你看他很安静 每次来的时候 我是后面做Livestream 我跟你讲 文刚长老 他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话 他讲 我不要成为一般的长老 我说什么叫一般的长老 他强调的是 他说全世界大多数的长老 都是强逼人做事情的 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长老 我要人能够因我的生命 因我的温柔 甘心乐意的 他们看到我的服事 也我的劝勉 他们甘心乐意的 羡慕三公 他讲这句话很有道理 当然我不能说全世界长老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的确我们 我是从长老回出来的 所以的确我刚管做这样的长老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I have nothing against elders 圣经我们做牧师的也是长老 对不对 我们是监督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绝对不是在恩典运作的一个地方 虽然有职分有权柄 但是用出来的时候 有基督的能力 基督的智慧 因为依止恐惧在今 连接于神 神的指示神的智慧来行事 这样的时候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讲什么 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生命的道表明 各位把它活出来 为什么要表明 之前说什么 在弯曲被扭 歪曲被扭的时代 把生命的道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人 凡人 凡俗人 都会做的 都会看的 都会讲的 你们祷告 不要跟他们一样 每个人惧怕的时候 都是保护自己 你惧怕的时候 你祷告 你担忧的时候 祷告 谢给主 不要把你的担忧 从你的口的埋怨出来 你们了解吗 我们在公司做工的 各位 祝牧师以前还没有当牧师 做工的 我三年在世界上班 在工会上班 工作的人 我们最讨厌的是什么 有功劳自己拿 然后呢 事情发生的时候 先讲 这个不是我做的 这个是别人做的 我不知道是谁 不是我就是了 这种人 然后呢 另外一种呢 整天讲问题 老板啊 不可以 不可以 做不到 然后没有给解决法 只有讲不可以 做不到 这种人呢 老板也不喜欢 同事也不喜欢 后来呢 后来我做牧师之后 我就发现 我也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我也不喜欢的就是 弟兄姐妹 在做教会的施工的时候呢 分门别类 你是敬拜团 你是饭食 你是什么 这个如果教会大 没有问题 你全部分得很清楚 教会小的时候呢 一个人要担任 两个三个角色 所以呢 在教会小的时候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只有我管 我这个方面 你那个方面是你的事 那你要用的人 是一样怎么办 所以呢 我最看重的同工 也是能够做执事 做长老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是以大局为重 他看得到 虽然 比如说我们立文长老娘 他是带领四哥的 他带领四哥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弟兄姐妹有一些情况啊 或者好像有些人迟到了 或者有些有孩子的父母亲啊 有时候他们要服侍的时候 没有这样容易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换人啊 所以他会想到各层面 也会想到 如果我们要练师 那要打扫的怎么办啊 这些各层面会想到的 所以他是长老娘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这个叫 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 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 你们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个就是 其实一样的话 菲利比书前面 把生命的道 你的做法真的跟凡俗的人 自我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总是寻求神和他的国的荣耀 当然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根基在哪里 根基是什么 因为你恐惧战争 所以你常常会想到 神所关心的 不是你关心的 神所在乎的教育 不是你的发为的工作 你的施工而已 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 我们读完我们就结束 最后保罗说什么 第十七节 我以你们的定性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交电在其上 意思就是如果我被判实行 因为他现在在监狱 如果我被交电在其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各位 几次出现 喜乐几次 四次喜乐 感谢主喜乐 再喜乐 我被交电也喜乐 你们跟我一同喜乐 各位 感谢主 以前我读恐惧战经的时候 我讲最后是不是基督徒 都变成depressed 全部得到忧郁症 不是 这个经文是恐惧战经开始 然后什么结束 喜乐结束 请看你弟兄姐妹 喜乐 如果你因你的私欲来挣扎 你会depress 但是如果你因要跟从神而挣扎 你的结果是喜乐 自由 这个才是真正福音里面给的喜乐 你没有恐惧战经 挣扎 要跟从神 听从他的道 然后死去自己的私欲自我的地方 你继续下去会depress 但是如果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结果就是 神的公义慈爱和平 常常临到你 常常临到你 神的果不再会吃喝 乃在于公义和平 神灵的喜乐 常常临到你 你哪里不喜乐 所以基督徒连要讲一个喜乐的信息 都是这么深奥的 因为不是肉体的喜乐 是遵从神的喜乐 阿们 我愿你们把这样的生命 先你们自己享受 然后带回你们最爱的人 就是你们的家庭 然后带到教会 肢体 在主的教会里面 有一种文化 因为活在神面前 有那种挣扎 活在主的面前的那种喜乐的文化 常常有 那么亲爱弟兄弟 当你的教会是这样的话 你的教会不需要什么释放医治 天天叫人上来 给人祷告 倒下去 然后哭啊 吐啊 什么 不需要 他们在这样的荣耀的 福音所带来的喜乐的文化 什么depression都慢慢得意志的 都得意志的 问题是你在家也depress 来到教会又要隐藏 因为这当然depression了 你们了解吗 所以教会 真是我们的家 这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 圆主祝福你们 来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今天早上这段时间 给我们这信息 主的道就像光 照耀我们的心中的黑暗 也苏醒我们的 也为保我们的 就是这个真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就是神的能力 你就是神的智慧 你所彰显出来的 超过人所能测度的 但愿你的仆人用他有限的口 能讲明的 那个没有办法说明的那个地方 求圣灵继续光照指教我们弟兄姐妹 让主的圣民在主的荣耀大光里面 他们能够生活 能够享受那丰盛的生命 他们的家庭能够常常喜乐 教会能够常常活出基督的美德 有圣徒之间彼此的尊敬爱戴 常常有这样的文化兴起来 主祝福我们的奥利这个地方 让主的道落实 在圣民的心中 也在教会的祭坛 常常有这样的恩惠恩语 能够临到这个地区 有传讲福音真道的 纯正全被福音的牧师 常常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能够祝福这个地区 我们感谢主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